現在的台股顯然就是一個 你越不信我越來勁 你越是想等他回檔 他就偏不回檔 可是我已經提醒過你 非常多次 你要把握每一個拉回的機會 即便他只是盤中拉回幾十點 都是個機會 都可以 因為你不把握 尾盤就會拉高 台股又會再創新高了 這樣你有了解嗎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宇坎 這個大盤 我還需要 各位我還需要說什麼嗎 天天都在創新高 天天都在創新高 11月到現在 已經漲了1200點了 但是各位 早在11月的第一天 11月1號那一天 我用斗大的標題告訴你 月線連三黑 隔月幣長紅 我已經明確預告了 台股11月會怎麼走 各位而且我還用幣 必定的幣 我還告訴你過去兩次 只要台股遇到月線連三黑 第一次漲1200多點 第二次漲1100多點 不相信的 你就會來嗆我來酸我 有必要嗎 到處又賠錢的還是你啊 賺錢的還是我啊 總之 過去所有你不相信的 不論是我或者是台股 現在你已經沒有理由不相信了 都噴出了嘛 對吧都噴出了嘛 這也是為什麼最近其實我 很多新聞我講的比較少 因為其實沒必要 看新聞喔 你要看在漲之前 你要在漲之前看新聞 你要透過新聞來去判斷未來的趨勢 那現在看新聞 都是在解釋上漲的原因 沒有意義了 這時候看新聞已經沒有意義了 可是今天的頭版頭條 還是值得看一下的 我們看一下今天經濟日報頭版頭條 工商頭版頭條也是這個 拜習會談四小時 重點這一句 習否認有對台動武計畫 他說 你們不是有說什麼 2027年還2035年 他說沒有啊 我怎麼不知道 對吧 我們習大大說的 我沒有不知道啊 沒有任何對台動武的計畫 好不好 所以你看啊 和平握手嘛 雖然說拜登好像最近又 這兩天又失言了 可是沒關係 我覺得至少在這個 對台灣最直接的這一條 否認對台有動武的計畫 過去我們在評論台股的未來的時候 我講出口 我講景氣燈號走出谷地 我講第三季的季報大好 你都無感嘛 你還是認為說台股憑什麼 17000點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這一則新聞 各位 這一則新聞不只說明台股應該17000點 甚至他在預告台股即將要18000點 真的喔 你思考幾個邏輯性的問題 習大大他這樣講 這是一種公開的宣誓 等於說 他承諾了一個台海的安全 那我請問你 之前你記不記得這個 巴菲特投資台積電 他最後草草撤出了嘛 為什麼 和平問題 不是兩岸局勢的問題 他認為台積電絕對是一家好公司 但是兩岸之間有地緣政治風險 那你認為他的考量 不會是其他外資的考量嗎 全球現在 不論是外資投信自營商 還是會以我們巴爺爺 馬首是瞻嘛 即便你不會參考他的投資項目 可是你會參考他所說的話 所以說他的考量 也會是部分外資的考量 那這一個和平的利多 是不是也會有利於外資資金的回流 其實如果說今天經濟日報頭版 你再往下看 來頭版 上半部是這個嘛 下半部呢 剛好就是這一則新聞 台股外資回補 四天買了將近一千億 四天買了將近一千億元 各位 之前還有美國聯準會升息的問題 現在也沒有啦 對 升息的問題也沒有啦 其實光是台股 光是外資這幾千億資金的回流 我跟你講 支撐台股到一萬八千點 有問題嗎 外資真的要貓起來買 一萬九都行啊 不是嗎 所以不要再去想說 我要等回檔等回檔 你還在預設說 有些網友他跟我講說 我在想說跌回一萬六千八 跌回一萬六千六 跌回一萬六千五 他就要買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 萬一他不回檔呢 他怎麼可能不回檔 那我問你 那你有沒有想過 萬一他不回檔呢 那我問你 你有想過 台股能夠在短短兩個禮拜之內 從跌破一萬六千點 到突破一萬七千點嗎 在十一月初在十月底 你有想過這件事嗎 你有想過台股會這樣走嗎 從跌破一萬六 忽然急拉到突破一萬七 你有想過嗎 那不就對了嗎 太多事情是你想不到的 太多事情是你想不到的 所以各位 我還是那句老話 把握每一個拉回 最後帶給各位一首歌 其實這首歌 現在你就可以唱了 可是我不希望 一個月過後 兩個月過後 台股再噴一千點 你依然在唱這首歌 這一首詞呢 我們改編的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胡夏的那些年 那些年錯過的行情 那些年錯過的買點 好想擁抱你 擁抱錯過的勇氣 曾經想征服全世界 到最後回首才發現 台股漲了一千點 你怎麼還在賠 台股已經漲一千兩百點了 你到現在還在賠錢 還沒有一點賺錢的感覺嗎 為什麼 因為你錯過行情 錯過我告訴你 最好最好的回檔買點 關鍵價位 不就如此嗎 你現在開始會有一點點後悔 會有一點講 我要擁抱錯過了這個勇氣 可是各位 現在你有這樣子的認知 這是好事 可是我不希望你還在停頓 你還在猶豫 最後就算再漲一千點 你還是回頭跟我唱這首歌 那就沒有意思了 好不好 各位 把握現在 把握每一個拉回的機會 休息一下 我說過聰明的人 他可以把每個事件單獨出來 客觀理性的看待每一件事情 那不聰明的人 很容易去陷入這種思考的泥腦 像最近我不是講到 這個政治的議題嗎 藍白河 有人就會跟我講說 我就是挺誰 這個股票我不要買 因為他跟我立場不同 我就講有必要嗎 能賺錢就好啦 對不對 就像昨天我跟你講 因為藍白河已經看見曙光了 觀光股噴出了 機會不就來了嗎 當觀光股一檔一檔 統統都起飛了 我翻箱倒櫃 我再找一檔 我就是要找一檔股票 他在觀光產業也有一席之地 非常具指標性 可是昨天才出現 起漲第一根的股票 有沒有這麼好的股票 大家都飛了 他還沒飛 然後他起檔第一根讓你買 有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最後我買了誰 節目上公開讓你見證 昨天的節目 我直接告訴你 我買了鳳凰 昨天直接在節目上公開分享 我們是現買現拉現賺 因為他昨天是拉長紅K 幾乎收在最高點 今天的鳳凰呢 各位 今天的鳳凰 他What's happened了呢 5706 今天再一個亮燈漲停板 今天再一個亮燈漲停板 好 不免俗呆看一下簡訊 腳上9點44分 狂賀昨天現買現賺的鳳凰 今天果然再噴出 即將亮燈漲停 那當然後面 就是認真的亮燈漲停 再創新高了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起漲第一根就是這麼好賺 好不好 起漲第一根 昨天的鳳凰 這不就起漲第一根嗎 這不就是股價回檔修正之後 低位階的起漲第一根嗎 就是這麼好賺啊 抓住第一根 隔天再一根啊 好不好 起漲第一根 但記住這關鍵字 這對你來說非常重要喔 起漲第一根喔 我先講回觀光產業 來 各位 我告訴你 政治怎麼樣 你可以有你的立場 但賺錢這件事情 不需要有立場 哪有機會哪裡賺嘛 而且不論你的立場是什麼 觀光股已經叫做 是最中立的產業了 好不好 以往的觀光股是 比較代表藍營 因為藍營勝選 就會有兩岸和平利多嘛 那這幾年 因為疫情的特性 又變成是政策概念股 那又變成執政黨的專利了 對吧 我推出一些觀光政策 一些利多政策 他又變成我的政策概念股了 所以他兩邊都吃得到 也是算他厲害 重點是 他在經歷過修正過後 位階夠低 這才是我一直提醒的 不是嗎 你要挑選低位階的股票 不是嗎 那你只要把握住 起漲第一根 鳳凰抓住第一根 他馬上再送你一根 那月初的時候也是一樣 各位 月初喔 11月1號喔 來 我們給你看一下 11月1號的節目喔 好不好 誰是第一根 新天地第一根 好 看一下 新天地的第一根 現在看起來 第一根在哪裡 原來在這裡 因為他已經長這麼多了 新天地抓住第一根 這一趴先賺三成 半個月賺三成 同一天 三副的第一根 我說過喔 三副的第一根 你要看這一根 11月1號這一根 因為這一根喔 各位 這一根這個底型都不夠完整 好不好 你如果是抓這一根 這個底型都不夠完整 你要這一根底型才是完整的 好不好 三副把握第一根 到今天 會發生什麼變化 也是30% 半個月過去也是30% 但這種股票已經越來越少了 畢竟台股已經漲了1200點了嘛 你說現在還在底部的股票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那一樣以觀光股來看 你看每一檔 龍頭嘛 熊枝就噴了 對不對 274 雲品現在也噴 也是亮燈漲停擺 燦星旅 這個震盪震盪之後也噴出啦 對不對 這一檔我說過 這個就叫做有整理完的 這不屬於單角反轉喔 上來回測回測 測了兩次之後也是有噴出啦 另一個飯店業龍頭 精華 都漲成這樣子了 那還有多少底部的股票 真的很少 真的越來越少了 所以現在你要跟時間賽跑 你要跟時間賽跑 其實每個人都會想要買在那種 底部企長股 我當然知道啊 大家都喜歡底部企長股啊 因為風險低利潤高 買的時候不會擔心受怕 你不會擔心受怕 你更敢用大資金進去買 對不對 因為在底部啊 你100萬 只有100萬 我也敢壓100萬 賺也賺大的 可是你如果是追高呢 這張股票已經漲了 50% 80%了 你去追高 你100萬你敢100萬全壓嗎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現在再不動作 之後就是追高的命 你現在再不動作 之後就都是追高的命 追高我相信你都有經驗啊 好不好 這個不用我再講這個 之後的慘況會有多慘 好不好 兩年前你追高航運股 現在你的命運是什麼 7月你去追高AI股的 現在你的命運是什麼 所以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衡量 不論在股票市場 或者是在任何的 我們講任何情況 創業企業經營都好 能夠賺到最多錢的人 都是跑在最前面的人 不是嗎 不是嗎 能夠賺到最多錢的人 都是跑在最前面的人 不是嗎 所以現在你還在等什麼 你要等再漲1000點嗎 昨天我們也買了一檔 底部奇掌股啊 今天 我還是想買底部奇掌股 可是真的越來越難挑 真的越來越難挑 越來越難挑 好不好 可是即便難挑 我還是有找到一檔 我還是有找到一檔 今天10點12分 請買進底部奇掌第一根 不好意思我們還是要蓋牌一下 頂多價位我讓你知道一下 好不好低價股 十幾塊 低到不行的低價股 我們還是買了一檔 這個價位一下都可以買進 不用猜啦 不用猜啦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這個邏輯絕對是正確的 為什麼 我們這次的第二發五日台 通通都是這個概念 為什麼講這個邏輯絕對正確 你看一下 本週最強的股票是誰 敦泰 敦泰 一二三四連標四天 對一個禮拜連標四天 那他的形態叫做什麼 底部奇掌第一根 不是嗎 不是嗎 抓住第一根 後面再賺三根 不是嗎 這才是現在市場要的東西 這才是現在市場上 認同度最高 最容易漲的股票 所以我們今天到底買了誰 現在還有這種底部奇掌 第一根的股票 不用猜 反正我都講過 這是我五路財神第二發的股票 五路財神第二發 你要不要跟 對不對 你要不要跟 第二發 我們特地這個發 我還做了不同的顏色 字體還大一號 為什麼 第二發我就是要讓你發的 我就是要讓你發的 所以這一次 五路財神第二發五檔股票 我挑的通通都是 底部奇掌第一根的股票 很難找 好不容易湊齊五檔 好不好 通通都是底部奇掌第一根 因為底部奇掌第一根 風險最低勝率越高 抓住第一根 後面通常再帶三根 買一送三 再帶三根 網友當然昨天還是搞不清楚 各位 這一次五路財神的第二發 不是免費贈送 不是免費贈送 上個禮拜已經送你一次了 各位 上個禮拜 送你的五路財神 好不好 上個禮拜四 我們送的五路財神 通通都賺錢 勝率百分百 通通都賺錢 這一次的第二發 昨天已經送你一檔 預告一檔 鳳凰 各位 底部奇掌第一根 今天再帶一根 買一送一 買一先送一 還驗證不夠嗎 各位我跟你講 你真的想賺錢的 真的想賺錢的 你直接來找我 我就直接帶你買 底部奇掌第一根 這五檔股票 如果你沒有第一時間 你不是在 上個禮拜四 來 11月9號上週四嘛 Q4爆撰五路財神 中視節目 我公開送出的 如果你沒有在第一時間 你沒有在上個禮拜四來說去 現在啦 好不好 現在來看 顯然也是追高了 顯然也是追高了 我們就看一下 冒打 噴出去 對不對 中華是我們最後公開的一檔 可是這 後發先制 昨天創新高 今天繼續創新高 鴻海呢 大象會跳舞 對吧 連續幾天也都在創新高 今天已經重回到百元之上 已經這個100 今天最高點 我們來看一下 103.5元了 不是嗎 最猛的 當然還是我們的老朋友 威勝 威勝 禮拜一 漲停板 禮拜二 大漲 禮拜三 再大漲 昨天創收盤新高 今天 繼續創新高 繼續創新高 威勝這檔股票 這個是我認為 你沒有把握到最可惜的 因為我已經教學過太多太多次了 拉一條中線出來 這就是買點 拉一條中線出來 這就是買點 我有沒有講過300次 有沒有講過300次 這邊出去賺兩支 你不高興賺一支 先獲利了結 拉回來再買 這邊賺兩支 獲利了結 這一趟我也是公開分享的喔 各位 這一趟賺兩支出場 我也是跟你公開分享喔 拉回 再接 無露財神 直接送你 噴出去 噴出去 來 各位 這一波你錯過威勝 你少賺多少 今天早上9.23分 狂賀 今天早盤 威勝直接再漲 5%以上 半支漲停板 波段漲幅已經超過三成了 請獲利虛報 這個通通都是邀請你們各位 觀眾網友 前來公開索取的 不可能造假 好不好 3000多位觀眾 通通都是見證人 只要我有造假 只要我有偷換股票 只要我有篡改 隱匿造假 不實 歡迎你來檢舉我 我提供100萬美金檢舉獎金 3000多位 隨時歡迎你來檢舉我 因為真的假不了 假的騙不了 一個禮拜過去 一個禮拜而已 牛刀小事 各位 牛刀小事 一個禮拜 就是這樣的績效 洪海 5.7% 洪捷科 最少最少的都3.4% 茂達 一根漲停板 威勝 三支漲停板 中華呢 今天還在創新高 3.8% 持續努力中 持續攀爬中 一個禮拜過去 就是這樣的績效 五檔股票超過50%的漲幅 超過50%的漲幅 一個禮拜而已 一個禮拜而已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五路財神的第一發 都可以做到勝率100% 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訴你 五路財神的第二發 會更賺 因為這一次 每一檔都是底部期漲股 每一次 每一檔都是底部期漲股 反正我已經讓你驗證過了 想不想賺錢 那就看你自己了 好不好 第一發 已經全部都讓你驗證了 攤在陽光下 通通讓你驗證了 我說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你先來索取嘛 你先觀察嘛 觀察過後 不用久 一個禮拜通通讓你驗證 什麼叫做勝率100% 什麼叫做一週賺50% 你已經驗證過了 那想不想賺錢 後面就看你自己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幾檔股票 6243的迅捷 哇這個很強 昨天漲停 今天繼續漲停 這股票呢 我說過 等是等得比較久了 好 因為我們在10月25號 當下就已經買了 買 買得早一點 等等得久一點 好不好 但是呢 不是不到 只是要多點耐心 耐心來了 還是會噴出的 愛普今天也很強 對吧 今天也是大漲 創收盤新高 所以不免俗的一定要恭賀嘛 來 中午12點半 賀 愛普再標半支漲停板 準備又要創新高了 目前獲利將近三成 但是我們還沒賺夠 這是愛普的部分 好 再來一檔 這一檔也是提醒過好幾百次 各位大眾空間是帶量過高 帶量過高 一度盤中是亮燈漲停板的 其實我就講過 以這種 我們講有籌碼特性的股票 基本盤要漲到66塊以上 行情好 大眾空至少80 至少要80以上嘛 才對得起國家社會嘛 今天呢 二話不說已經78塊8啦 你從60出頭可以買 66塊以上可以買 我是說66塊以下 就是最好買點嗎 你隨隨便便要賺兩支漲停 三支漲停 很困難嗎 困難吧 趙麗 又創新高了 203.5元 那當然我講過 我們的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了 階段性目標是什麼 反倍 當他還在100塊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你 我的目標就是這個 反倍 那現在203.5 所以說呢 我們老早在禮拜三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過了 狂賀恭賀 趙麗這創新高 200塊說到就到 說來就來 這個才叫身為一個分析師 對股價的掌握度 不是嗎 公開見證 從100 120 130 140 180 190到200塊 全程讓你公開見證 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了 翻倍了 好不好 那趙麗的部分呢 翻倍過後繼續創新高 那當然既然目標達成 現在就可以輕鬆賺了 就如同 當初我們的這個華府 華府我們 在操作的時候 我說我的目標呢 150 可是呢 市場夠熱 它還是可以找到183 那當然當時法人圈 喊的是200塊 所以你就知道 我的目標已經叫做很保守的低標了 那我再透露一檔 中砂 目前來說是一個高檔震盪 法人圈目標300塊 因為現在3奈米跟2奈米 鑽石碟的運用 會比原先多92% 等於需求快要翻倍了 那只是說它的股性 是比較溫溫往上漲的 不漲停漲不停 那法人圈目標300 我抓個220到250 這都叫做可以穩穩吃下來的績效 好 身家電子連續性的回檔 我可以跟你講 下一個麥年要到了 會員要關注囉 節目上我就不講了 反正不是400塊 我會往上調升了 接下來11月12月 身家的營收會開始跳針 我這邊先預告 最後金利科又噴 對吧 又創新高 這也沒什麼好講的 對吧 這還有什麼好講的 直接恭賀啦 再創新高 起漲第一根獲利超過50%啦 我還沒賺夠啊 重點是起漲第一根抓住之後 就噴出去啦 起漲第一根50%就是這樣來的 昨天鳳凰也是這樣找的 今天又再一根 那我再次強調 隨著台股一直創高 一直創高 第一根的股票勢必會越來越少 不過各位過去這一個禮拜 你已經見證過了 五路財神第一發 對不對 完全讓你見證過 勝率百分百 一個禮拜賺五成 這一次我幫你準備的 五路財神第二發 你要不要跟著我 我為你準備的 通通都是底部第一根 現在已經很難找到這種底部第一根 但是我還是幫你湊齊的五檔 五路財神的第二發 台股有沒有行情 無庸置疑 我有沒有實力 無庸置疑 對吧 你想不想賺錢 自己決定 好不好 你只能自己決定了嘛 好我還是那句老話 現階段你只要把握 底部起漲第一根 就如同金利科 第一根上去 一噴50% 如同我昨天 直接帶領健身的鳳凰 一噴今天再一根 接下來五路財神的第二發 我準備的五檔股票 通通都是底部起漲第一根 行情無庸置疑 我的實力無庸置疑 你想不想賺錢 你還在懷疑自己嗎 想賺錢自己決定 五路財神第二發 任何想法 歡迎透過等一下廣告 零花零零專線 打來聽聽聽聽看 或者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8 下週見 拜拜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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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留見